他們也在我們的聽眾中 很多資深的Vaisnava 他們也在靈性生活中 體驗到在古魯的 都能持續地去服務了徐古魯 也服務特別也叫Vani 我請求其中一位 資深Vaisnava Sanyasi, Bhutjapad, Bhaktivinanda, Ashram Maharaj 講述這個問題 這相關的問題對我們來說非常關聯 怎麼去跟古魯連結 通過原教 我們怎麼跟我們先前的Acharya們聯繫 就像很多奉獻者 進入Krishnan自覺 這個運動 通過ISKCON也好 聖帕帕的創建的協會 他們從沒見過帕帕的 但是裡面有些連結 還有一些奉愛的情感 同樣的 Baktivinanda, Shidam Maharaj 也好 還有很多全世界奉獻者 沒有見過他 但是通過閱讀他的書籍 很多奉獻者都告訴我 甚至這書籍已經翻譯成其他語言了 他們都感受到跟他內心的連結 所以這種連結 Vani的連結 連結 也是非常基本 是我們靈性神秘中基本的連結 每個奉獻都可以得到這些 如果他們恰斷地如實地追隨 而且去脫避這些人物的趨勢 無敵總是說 如果說明完全正在這書中臨在 Rishman Chakakku也是呢 也完全臨在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Achayam 寫在這書籍 這是為什麼呢 我們在書籍 Achayam翻譯前的書籍 這固定 把一輩子的風險撞寫這書籍 主要傳教的地區呢 是非洲 我們知道非洲也是 去的Grode 最後去的一個地方 他當時在南非 大概有五百人參加他的聚會 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歐洲 現在主要是呢 Ashramaji 在那邊傳教 因為他出生呢 他是非洲的一個國家 但是呢他們家是一個美國移民 Puj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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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對親身的服務 身體的服務 在我的體驗呢 我看 我大部分的聯合呢 是通過Pujipad 研教 那我第一次來的 進入Kusha自覺運動的時候 那個時候 嘘 他已經呢 1977年喔 年齊了 我是1578年 然後 所以呢 我由他一個門徒來接受起 tycker 但是幾年之後呢 這個所謂的純粹奉獻者 跟他一個門徒走了 宣同一個門徒喔 消失了 你多了 那個時候 我必須脫避來自帕帕德的訊勢 我剛才決定我要脫避 所以我開始脫避帕帕德訊勢 我一樣感覺到這個人節 但是別人告訴我 如果我要再奉行進步的話 一定要接受吉利 就是真正的起敵 一定要去接受真正的起敵 這時候我從第二個咕嚕第二次接受 這個咕嚕又跟他的門徒不溜了 後來沒想夠了 受夠了 不再去起敵了 這輩子我不能回歸 神手都沒問題 但是我不再想故意這樣的咕嚕 那時候我聽說 我聽問伯迪丹的男人馬去 但是我想不行 我去到伯迪丹的男人馬去的話 我就必須留個伊斯康了 所以我前不去了 所以我那時候聽了聽了 但是沒去 那個時候沒去 這時候 我去的伯迪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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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奉獻者 比我那更進步 更有覺悟 就像我的孤魯一樣 但是呢 那時候我感覺到 我如果學習這書籍 我也可以跟他們一樣 講課或說話 所以我們沒 後來我去的布門那時候有個字了 當時我聆聽 來自呢 布加班布加巴特 國歌伊納馬拉吉連化口的甘露 我說 這就是伯迪丹 這個人就是伯迪丹 我有點害怕 我說 那我就要故意了 因為伯迪在了 那我就要故意了 所以我當時呢害怕 而且睡不著覺 所以我去的布門那時候 我當時趕到那去 當時他的講課 剛好講孤魯塔塔巴 孤魯的原理 那時候 很多懷疑和問題提出來 可以說呢 每堂課他都回答我的問題 好像呢他就跟對著我說 因此我必須去故意 所以呢 布加班各個世界講的 我故意你 所以我投避國歌伊納馬拉吉 就好像我不在無知世界了 我們去的布門那時候 他可以說呢 一天講五到六個小時 就好像呢 半神人一樣 腳都不早地 我覺得感覺 比半神人還要飄飄然 我們的服務就是聆聽哈利卡塔 而且呢 聽完後呢就要睡覺 因為呢 很強啊 這個哈利卡塔 聽到就是 講完後呢就要睡覺了 所以從布門那時候回來後 我回到佔大文 我當時呢 大神 這個神像 這個神像 好像活了一樣 我覺得天啊 天啊 怎麼回事 那個哈利卡塔的力量 就是因為呢 聆聽而已 我竟然有點思慾 靈性思慾 看到一些東西 而且看到不是神像 而是真的活生生的 兩年之後呢 哦 郭魂賜 привang激了 我很絕望 通常是說 我不是那麼憂慮的人 我完全絕望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去了拿不地帕 然後呢 就跟葛瑞丁阿蓬街上 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无望了 绝望了 已经往下掉了 已经不知道呢 到哪里去 是左边还是右边 后来我去到呢 见了Guru Day之后呢 Dasham Guru Day 那时候 Guru Day都不需要跟我说什么 我说 这就是我脱臂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Sri Guru了 所以Sri Guru Samastit Guru Samastit Guru Vyastit Guru Samastit Guru Samastit Guru 是指呢Guru Tatva的整体 可以说呢 这是Nithinanda Vabharam 或者是Palaram的代表 Akanda Guru Tatva Vyastit Guru呢 指的是呢 Guru Day讲到 就像河流一样 恒河 你有很多沐浴的地点 你可以下去沐浴 恒河是水是纯净的 但是呢 你去到的地方 得到净化的地方 特定的地方 特定的地方 就是呢 特定的孤魯 也就是说呢 他是Master Guru的一个特定杂事 这就是Sri Guru Sri Yivet Shimatiradrani 也就是呢 他 是Ratiradrani最亲密的 仆人 是 也就是说他有超然的宝藏 可以去赐给你堕落的灵魂的 他们拥有这个宝藏 就像Ratiradrani 是呢 是Krishnan的能量 所以Sri Guru 有这种光芒 就是匆忙的灵魂 他在匆忙最高的灵魂 跟Guru Day见面之后 我感受到一种超然能量 那时候呢 我就知道 无论怎样子 我就从我的状态抽离出来 跟Guru Day在一起 所以记得他的愿望 我没有时间去走这个细节 然后呢 我很快就安排 去见Guru Day 去透霹Guru Day 在Guru Day和Guru Day之道下 我明白到一点点 关于Guru Tattva的命题 Sannyasi 还有你们很多人 有点我想分享一下 在经典里面 解释到 头皮Guru的重要心 一个人如果想在这个世界快乐 必须脱皮Guru 但是呢 怎么去脱皮 手上拿着 或祭祀自活 就是你把你的信心 爱 来奉献 放在这种 Guru的流行主下 祂会赐你 当然这个Guru 是有这个 他必须有 Brahmanishtam 也就是他处于 Brahmanishtam Brahmanishtam 是谁 Sri Krishna 自尊法案就是Sri Krishna 也就是他们定于 对Sri Krishna的风爱服务 他就是 风爱服务的 持续不断的流 来自他 其实不间断的 也不会被染作的 是纯粹的 永远存在的 教育的纲录里面讲的 控制口舌 愤怒 心意的骚扰 舌头肚腑 甚至一些冲动 所以这样的Guru 完全征服了 六种冲动 征服这些冲动 他的衣服 他的努力 都是朝向Kushna 整身也被教会他 解释到 徐古鲁的资格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也就是他有三个资格 必须拒绝 他对美大经典知识 要通晓 对经典的进化 还有觉悟的Kushna 葛光明迪就说了 但他唱圣乎神明自受 什么神的这个形象 就会马上呈现出来 他就会唱圣书 他的纯粹生命 所以他们有无知欲望 在心中 在这个世界中提到 这样的Guru 是Mahabagva 我们有三种Mahabagva 我们不在这样细节 在Bhakturasamita Siddhubbindu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三种类型的Mahabagva 那么实际上是真正的Siddhubbindu 但Siddhubbindu Siddhubbi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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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不脱臂 Siddhubbi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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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级奉献者 这个层面 这样的奉献者 他能够去分辨 Siddhubbindu Siddhubbindu 他是中级的中级奉献者 这样的奉献者 他们可以起敌 但是起敌究竟是什么呢 有什么超然的好处呢 侮辱有什么样东西才能给门徒呢 所以这里解释呢 Diksha起敌的意思是 古鲁给予Divigya超然知识 但是超然知识是什么 Divigya 这里面进一步解释的 奉献者 在古鲁这个觉色的奉献者 他必须有Divigya 不然呢 Krishnah的形象 超然形象有着Divigya 有觉悟 不是理论的 不是讲话讲得很好 话言巧语 但实际上呢 没有这种觉悟 不行了 所以呢 他们必须 他们门徒的灵性身份 他们知道自己身份 还有呢 知道门徒的状态 而是他的身份 所以这个特定的sirup 这个时候呢 古鲁才能滋养他 所以这奉献者 在奉献中 他有超然的觉悟 谁是Krishnah 我是谁 而且呢 看到所有众生 都能看到他们的本性 有一次 阿多利亚社 我跟古鲁在一起 在菲基的时候 我当时有点告状的样子 我说 我唱诵 我聆听很多 古鲁说 你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这个程序在起作用 我看得到 你看不到 然后他就看我一眼 他说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的sirupus 是什么 你真正的形象是什么 你不是那个黑黑的 那个丑八怪 他说 你有个非常美丽的 金色的身体 不要觉得很无望了 这是Siri Guru 他真正能看到你的本性 你的sirupus 是什么 你真正的灵性形象是什么 灵性身份是什么 所以当他给Divigyan 给草人知识 他就会自己滋养 这种潜能 在门徒身上 所以通过聆听和参诵 这些东西又杂识出来 所以呢 Gudde说 Divigyan Guru 起码是终极的终结奉献者 Divigyan Guru 你们在《甘露云海》中看到 终极终结是什么呀 是Asakti 是Asakti阶段了 快到巴瓦了 这个人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了 Gudde说 根据呢 Guru的层面 那么这个门徒就得到多少的滋养 他是终极终结奉献者 在《甘露云海》中看到 在《甘露云海》中看到 平位阶段 如其 萨迪之下的那个阶段 在《甘露云海》中看到 在《甘露云海》中看到 他智慧非常坚定 就不会去到 就不会去到 Rucci呢 品位阶段呢 在第一阶段 品位呢不同 有条件的品位和无条件的品位 但是呢 这个奉献者 有大量的 兴趣聆听的插送 不会变得疲倦 这Rucci阶段 这个奉献者兴趣 自己走向灵性命庭 这是最低的阶段 也就是说 一个可以呢 能给启迪的人 最低阶段是这个 就Rucci 不然的话 有个人如果没有超人的 那些人没有得到超人的好处 就算得了奇迪 也没有得到超人的好处了 那些经历这个程序的人 我离得很远 我不需要担心 Dikshir Guru 因为我离得很远 但是呢 我们非常小心 因为Guru 这个命题 非常重要 非常敬畏 也非常 不是一个玩具 我再讲一点 Maya Maya 最后一次 就是想融入法 融入法 因为有最高的感光享受 简单 成为自尊的一部分 所以奉献者 我们做不到那点 我们不能融入自尊法 但是呢 Seviya Bhagav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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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 Seviya Bhagavan Seviya Bhagavan 我们不能够 知道这里 Seviya Bhagavan 在那里 我要小心 我是一个非常低度的 只是这个固定仁慈 我在这里 他强迫我来到这里 但是 服务Guru Dei 服务他的眼角 Mani 我只是谦卑地请求 你们是二人 重温热情 也要小精精神 在凤凰之路上行中 阿什麽就讲到 大家见到Guru Dei的时候 他必须离开Isco 他必须离开Isco 所以一开始他没过来 所以一开始他没过来 根据以 那些部队 1996年传教的时候 阿什麽麦克 代表Isco 作为一个密堂 后来他成为Guru Bai 成为了我的Guru Bai 成为了我的Guru Bai 成为了我的Guru Bai 德斯登以前是密堂 阿什麽麦克 7号是休息日 我们可以早点开始 所以讲多一点 Rudem总是希望 听一下澳大利亚这个调子 现在我请请 Sudeviya Kishomohana 那天可以了 插上这个调子 在印度 反正刀 你不想走